看似关心指导却暗中搭接摸手 现代妇女基金会调查发现 职场中有高达43%的女性遭遇过职场性骚扰 其中约有六成就是肢体接触 第二名则是性别歧视或性话题等言辞 向公司提出申诉的比例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低的 大概只有10%左右 他讲出来人家会不会相信他说的 然后第二个是他很害怕在职场里面 把性骚扰太阳讲出来之后 那可能在公司里面他的工作会受到权益上面的影响 有苦不敢言很大的原因是行为人是上司或老板 这样的关系就占了47.1% 显示整体有近八成的被害人与行为人朝夕相处 呼吁公司必须建制完善的申诉管道 性别工作评论法在民国91年制定到现在 还有13%的30以上的公司 没有定性骚扰防治措施申诉跟承接办法 那他没有采取有效的纠正补救措施 可以罚10到50万块钱的罚款 还可以公布负责任的姓名 那直到他改善为止 职场玩笑界线该如何拿捏 还期待政府重视辅导教育管道 打造友善环境 达爱新闻线山李明华台北报道